每當我們在健身房 在網路上看到一些肌肉飽滿的健身者們 腦中都會自然而然的浮現出 他一定喝了很多乳清蛋白 肯定吃了很多雞胸肉 吞了很多雞蛋 哈囉大家好我是Kaiye 從我接觸健身到現在呢 大多數的資訊都告訴我 如果你想要讓你的肌肉變厚實又大塊 你需要靠的是乳清蛋白 以及大魚大肉中的優質蛋白 來幫助你養出肥大的肌肉 優質蛋白這個詞常被人們掛在口中 那到底什麼叫做 優質蛋白質 叫做 劣質蛋白 那我們大家可以想像一下 蛋白質呢 它是由多種氨基酸所組成的 那由於氨基酸的種類和數量有所差異 所以它所組成的這個蛋白質呢 它的營養價值也會大幅相同 我們人體所吸收的蛋白質 都會在體內被分解為氨基酸 才會被拿來使用 而氨基酸呢又分為9種必要氨基酸 以及11種非必要氨基酸 那必要氨基酸呢 是指我們體內無法自行合成的氨基酸 它必須通過吃進去的食物來獲得 非必要氨基酸呢 是指我們體內可以自行合成的氨基酸 如果你的營養充足的話呢 可以不用擔心它 所以我們先把非必要氨基酸把它放到一邊 那所謂的優質蛋白 其實就是指 富含9種必要氨基酸的蛋白質 我們稱作 完全蛋白質 但是呢 只要這9種氨基酸 只要有其中一種 它的含量很低 甚至為0 那這個蛋白質呢 就被叫作不完全蛋白質 對於健身者而言 這9種必須氨基酸中的量氨酸 尤其重要 它是建構肌肉 維持和修復虛弱或受損肌肉 最主要的氨基酸成分 想要進行素食飲食計劃 同時又想要調整體態 增肌減脂 提高運動表現的運動人以及健身者們呢 就必須先搞清楚 有的時候 並不是吃到足量的蛋白質就沒事了 你要非常了解 你所吃進食物中的蛋白質 是否有足夠的 不必要氨基酸 這一點非常重要 知道氨基酸的重要性後 就會知道 只看蛋白質的含量 它是遠遠不夠的 因為很有可能 你所攝取的大多都是 不完全蛋白質的很大個地方 譬如說 麵條好了 乍看之下 它的蛋白質非常的高 但是它當中呢 有幾樣必須按基酸 它是不完全的 如果你是因為自己不清楚 這些素食的營養素計算 導致飲食計劃失敗 體態以及運動表現下滑 那最後呢 再來甩鍋給這些素食 讓這些植物來揹黑鍋的話呢 那就太對不起這些營養的蔬菜們了 那這一次呢 我自己做了一個實驗 叫做植物飲食30天 在這30天內呢 我進行了全植物飲食 完全不碰任何動物性的產物 比如說蛋 奶 魚 肉類 或者是任何動物性的補充品等等 很多人呢一定會問說 欸這30天之內 是連乳清蛋白也沒喝嗎 欸是的 這30天之內呢 我連乳清蛋白 以及魚油這類的動物性補充品 都完全沒有攝取 那純粹呢 就是以植物為食 那會想要拍攝這支影片呢 主要來探討幾個問題 健身者是否一定要吃那麼多肉 來維持肌肉量 植物飲食能否提升運動表現 增強耐力更加專注 植物飲食能否降低身體的發炎 以及過敏反應 提升身體自我修復的能力 讓我們更有精神 更有無力 植物飲食是否能有效的達成減肥瘦身 8月25號 體重73.7公斤 體脂肪8.2% 肌肉量64.2 那我的體脂肪量呢 佔全身體重的6公斤 那這天健身完後呢 我就很興奮的跑到生鮮超市 爆了許多五穀根莖類 豆類以及葉菜類 以往呢都是在肉品區待的比較久 今天我直接走到蔬菜區 買菜 在What a Health紀錄片中呢 美國臨床研究員明確的指出 會造成糖尿病的飲食呢 就是指會在你的血液中 累積脂肪的飲食 我在說一般的肉類 使用肉類後呢 肉類中的細菌毒素 幾分鐘之內就會讓你的身體開始發炎 這樣的發炎反應呢 基本上會癱瘓你的動脈 雜環胺呢 它是一種明確的致癌物 它存在於熟肉製品中 任何肉類呢 只要經過加熱烹煮之後 就會產生雜環胺 在我們一般認知中呢 魚肉 雞肉屬於白肉 它比較健康 但在高溫烹煮下 例如燒 炸 烤的這個過程中呢 不論是雞肉 魚肉 或是牛肉 豬肉 都同樣會產生極高的雜環胺 小時候烤肉的時候呢 媽媽告訴我們 烤焦的肉不要吃會致癌 以前小時候聽這句話沒什麼感覺 直到長大我認識了雜環胺 這也是為什麼一直以來 我都提倡健康的飲食呢 以蒸煮為主要的料理方式 除了能保留這些食材當中的營養素之外呢 同時也能減少攝取這些對人體有害的補數 哲務飲食的第一週呢 我幾乎每天都會喝一大碗的澱粉類蔬菜湯 以南瓜 地瓜 山藥 蓮藕為主食 自己學做了藜麥 藝人 毛豆 當作我蛋白質的主要來源 我會一次做一大鍋 再把它分成四五天吃完 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植物飲食第五天的時候呢 突破了我個人的負重引體最佳紀錄 來到了76.5公斤 成功的完成了一下引體向上 那是否是因為植物飲食 決定你腸道中的細菌 每天所選擇的食物能讓我們得到真正的健康 在Water Health 紀錄片中呢 有一個非常有趣的片段 他們拿肉食性動物 食果性動物來做生理構造的比較 肉食性的牙齒結構呈現鋸齒狀 用來咬穿和撕裂肉類 食果性動物的下顎呢 可以前後左右移動來磨碎食物 那肉食性動物則不行 肉食性動物的胃酸很強 用來消化肉類 那相比之下 食果性動物的胃酸較弱 食果性動物的腸道長度有身體的9倍 那肉食性動物呢 只有身高的3倍 那這是為了讓肉快速的通過腸道 不要讓他在體內腐敗 透過解剖呢 讓我們更了解我們人體的生理構造呢 更傾向於是植物性飲食 而非肉食性的動物 那影片的這一段呢 非常有趣 就分享給大家了 雖然說呢 我認為活得開心 它是非常重要的 總是限制東 限制西的 那人生實在是很無趣啦 美食呢 給了我們很大的幸福感 但如果你吃出了一個 很不健康的身體 那我想你也是很難開心起來的 所以要如何能夠享受健康的飲食呢 這個一直是我們很大的課題 在植物飲食第一週結束後呢 我測量了我的體組成 令我蠻意外的是 在短短的一週內 我的體重 體脂 肢油量 都下降了一些素質 那這對我來說呢 並不是一個理想的現象 因為呢 這就表明了植物飲食 並不適合 增肌者使用 但是呢 我更傾向於呢 是我自己錯估了植物性飲食的 蛋白質以及熱量攝取 那如同我影片前面所提到 存在於蛋白質中 對於建構肌肉 非常重要的量氨酸呢 它在植物性蛋白質中的 比例呢 是低於肉類性蛋白質的 這說明呢 我必須在接下來的飲食當中呢 攝入更多的大豆蛋白 來彌補我這些 胺基酸不足的缺口 這也是因為大豆蛋白呢 它含有較高的量氨酸 我在植物性飲食的第二週呢 調整了我的飲食計畫 我去更加的了解認識我吃進去的植物 所含的所有營養素 大家看到照片中那一坨黃黃的呢 就是我自己做的鷹嘴豆泥 那全麥餅搭配鷹嘴豆泥 以及黎曼一人大豆 成了我這一週的主食 加上大量的蔬菜跟筋類 每天呢一樣抱著一大盆的生菜 狂客 這真的是我從出生到現在呢 吃過最多蔬菜的兩個禮拜 真的是每天都 那一大盆的生菜 自己在那邊拌來吃耶 那這個時候呢 我就發現了 醬料真的是大多 因為市面上大多的醬料呢 都含有蛋奶的成分 也為了讓生菜沙更好吃 會加入許多的起司類的乳製品 以及大量的糖分 如果你是想要靠蔬食來減肥 來身體健康的朋友們呢 那這些醬料中的乳製品 以及糖分可能會讓你適得其反 那我自己呢是用少量的橄欖油 配葡萄素 然後加上適量的鹽跟黑胡椒 來當作佐料 那你問我好不好吃的話 我是覺得因人而異啦 但我自己呢是吃的蠻辛苦的 因為第一週蛋白質 攝取不足的關係呢 我從這一週開始加入了 MyProtein的大豆蛋白粉 欸你們知道嗎 一般市售的乳形蛋白粉 它的蛋白質含量大概佔75-80公克 但是大豆蛋白粉 它竟然可以佔高達90克欸 另外大豆蛋白粉不含乳糖 適合乳糖不耐症的人使用 容易被人體吸收 提升飽足感 富含豐富的軟磷脂 對於爐素健身者來說呢 大豆蛋白粉我個人真的是 非常的推薦 這週的飲食我提升了 熱量以及蛋白質的攝取 更精準的控制在 每日的2300卡 以及150克蛋白質 那我努力的想要證明呢 植物飲食它是可以維持 甚至提升肌肉量的 那記得2016年呢 有一部紀錄片 是由李奧納多所監製的 虛木業的陰謀 那題外話 李奧納多湯 他也吃素 他主要呢是因為提倡環保議題 虛木業的陰謀呢 這部片當中提到了 溫室氣體的總排放量 虛木業遠遠超過交通工具的13% 來到了全球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18% 那這呢 還不包含了動物性的副產品 那虛木業是物種滅絕 海洋死區水源污染 和棲息地破壞的頭號殺手 內容中呢 大量的列舉出我們的教育環境 以及環保組織呢 所號召的節約家庭用水 來降低我們的食化產業傷害 但卻沒有人告訴你 當你吃下一個牛肉漢堡 它的耗水量呢 短同於你沖了兩個月的澡 那環保液體呢 它又是另外一個學問了 這個水很深啊 大家如果自己有興趣的話呢 可以去看一下 虛木業的陰謀 這部有李奧納多監製的紀錄片 為期一周呢 不吃肉類製品 乳製品 只攝取植物性飲食之後呢 確實降低我身體的各種發音反應 那這也讓我的睡眠品質 開始越變越好 首先呢 那我的眼睛跟皮膚呢 不再發眼紅癢 我是一個 眼睛非常容易乾癢的人 看過很多次的眼科醫生 點了超多種不同類型的眼藥水 那效果呢 都只有非常短暫的一點點時間而已 那像我自己耳朵這一圈呢 常常會發紅破皮 就是大家熟悉的紫頭型皮膚炎 那時不時就會發作 嚴重的時候呢 我就要塗抹一些擦皮膚炎的藥 那在足性飲食一周之後呢 他就自己這樣慢慢消失了 然後幾乎都看不到 大概兩周之後呢 我的眼睛他也不再需要點任何眼藥水了 我就明顯的感受到 病從口入這句話 那也因為睡得好 提升我的皮膚恢復 這也讓我在訓練上更能發揮水準 很多盧書的運動員呢 他們提到他們在植物性飲食之後呢 都明顯的提升了運動表現 尤其是耐力的部分 像是很多自行車選手 以及馬拉松選手等等的 那關於耐力這一點呢 我自己的感受是 因為素食使血液的帶氧效率更高 能不停的提供氧氣給身體 而令我更能維持我的訓練時耐力 以及專注力 在植物性飲食第二十年後呢 我的體重跟體脂肪 都有持續明顯的下降 那令人開心的是 維持住了我的肌肉量 很高興呢 自己有確實的管理好我的飲食 今天呢 靠植物飲食也能 增肌減脂 我們呢 是不需要吃那麼多肉的 哇 四 四 五 哎呀 好呀 哇 好 可以啊 嗯 我開始的時間是2020年9月1號 因為我想在我健身20年的這一年 參加一個健美比賽 我想找一個冒拍子紀錄片 但我沒有預算 我這個朋友他是一個吃全素的人 他說我可以幫你拍 幫你紀錄幫你剪接 你答應我一件事 是全素 你如果覺得肌肉會掉 或什麼要擔心的話 邰哥你給我90分鐘時間 當你人生被騙 去看無數的力量 我看完之後 我就被說服 所以我願意嘗試看 我自己在過了四十一二歲之後 我有明顯發現 我一個禮拜高強度訓練 剩下大概三天到四天 我一個禮拜訓練六天 可能會有兩三天 是沒有辦法高這麼高的強度 所以我願意嘗試看它 第一個禮拜之後 我的嚴重飢餓感會上來 這需要一點時間去克服它 那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我的注意力 精神注意力 是我第一個發現其中的 比之前更能夠專注 第二 我的手肘 那個時候有 網球肘跟高的複球肘 拖了三十個月都沒有好 在吃全素的一個月左右 開始好轉 兩個月之後就完全恢復了 第三 我又恢復到一個禮拜 可以六天的高強度肌力訓練 我覺得恢復的能力有變強 所以這個是我很明顯感覺到 吃全素之後的差別 因為剛才你也是一個使用身體的人 你知道吃全素 如果你沒有使用身體 你感受不到那個 最後一點點的差別 我給你舉個例子 我一個朋友他是自由潛水 他平常自由潛水 可以下去到50公尺 其實已經很深了 但他說他敢吃全素之後 可以到50 但如果你沒有使用身體的話 你不會知道那麼一點點的差別 對不對 所以我也感覺到 我在吃全素之後 我本來一個禮拜 只有三天到四天的高強度 我變成六天 而且我每一次訓練完 我是開心的 那這個開心跟身體 我形容他是超過100%的健康的感覺 因為本來我們就是一個健康的人 沒有在運動 沒有在飲食注意 超過100%的健康 這個感覺是我很喜歡的 這個的滿足感 大於吃肉 所以我到現在 我結束我的比賽了 我自己選擇持續吃素到今天 食物飲食最困難的地方 是準備 因為你的種類要做 真的 OK 當然我並不是說你今天雞鮮肉花椰塞糙米飯 你一天吃六餐 連續一個月這樣子是健康的 沒有 吃昏的飲食也是需要不同種類 來彌補你其他的維生物物跟礦物質的攝取料 但是吃素的會特別難處理 嘗試我絕對會推薦朋友去嘗試 但是你要知道你為什麼要選擇吃素 其實不管你用哪一種飲食法 概念你一定很清楚 你如果不能長長久久的做下去 你回到原來的生活 那你肯定會回到原來的樣子 我會建議大家除了吃素嘗試之外 真的要找到一個自己可以長長久久做下去的生活方式 那這個方式就會決定你的健康跟你外在的樣子 在於凱教練的訪談中呢 他提到了《如素的力量》這部紀錄片 《如素的力量》是一部講述 全素飲食與體能關係的紀錄片 片中呢導演訪問了許多頂尖運動員 他們都一一表示了自從嘗試植物飲食後 開始有源源不絕的體力耐力 令他們的運動表現越來越好 那其中呢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前UFC清亮級以及語亮級冠軍 牛排控看Mike Greger在一場比賽中呢 輸給了純植物飲食的Nate Diaz 在那裡有一個戰鬥的能力 我... 他就得到那裡了 9天以外的戰鬥 我開始吃2餅乾一天 然後就回到我的臉了 你知道嗎? 剛剛Mike Greger在賽後的訪問中呢 提到對手的耐力更勝於他 但是其實這部紀錄片呢 有許多地方我都覺得 導演的主觀意識有點過於強烈 導致很多看完影片的觀眾他們會認為 吃素的人要比吃肉的人還要強 雖然說有許多頂尖的運動員 他們是吃素的沒錯 但是也有非常多的頂尖運動員 他們是吃肉的 比如說擁有28面奧運獎牌的菲爾普斯 所以我跟凱教練都認為 如果你是因為看完盧素的力量 這部紀錄片來吃素食的話呢 我們不要去跟別人做比較 我們跟自己比就好了 我們可以吃素一個月看看 看一下自己的體能以及生理狀況 是不是優於一個月前的自己 在9月25日我結束了為期一個月的植物飲食計畫 我們來看一下體組成的結果 體重呢從73.7降到了71.9公斤 體脂肪呢從8.2%降到6.9% 肌肉量從64.2降到了63.7% 那以結果來看呢 體脂肪下降的速度算是非常的快 那肌肉量的部分呢 因為第一週蛋白質的計算出了一點意外 導致肉量掉的有點多 不過在一週後呢重新計算營養素 有讓我維持住了肌肉量 照這樣看來呢 靠純植物飲食要達到增肌減脂 基本上是沒什麼問題的 只是你必須更了解你所攝入的營養素 蛋白質是否充足 胺基酸是否完整 那這一點呢必須多下一點功夫來做功課 在嘗試純植物飲食30天後呢 讓我對自己的飲食呢 有了新的理解 人呢確實是不需要攝取那麼大量的肉類 那不論你是因為宗教吃素 因為環境保育吃素 因為健康 因為想要改善你的慢性疾病 想要瘦身想要減肥 所以開始吃素 不管哪一種都是令人尊重的 相信並且遵循你所選擇 能夠帶給你健康的飲食方式 我自己的話呢 在結束30天的植物飲食之後呢 往後我的飲食會調整為少量的肉類 而且我會更注重這個肉類的質量 例如高蛋白低脂的雞胸肉 為主要來源大量的蔬菜 主量的豆類 那我會希望自己能不從動物身上攝取蛋白質的話呢 就盡量以植物飲食為主 另外像是加工肉品 漢堡啊 炸物啊 燒烤類的肉品等等的 能不碰就不要碰 對我來說呢 除了為了自己好以外 如果也能為環境保育盡一點點心力的話 那是再好不過了 那有興趣的朋友呢 就不妨可以體驗看看 一個月的植物飲食能夠帶給你的身體 怎麼樣的變化 影片的最後呢要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MyProtein將在11月10號的晚上9點開始 有一個全戰商品的降價 最低至四折的優惠活動 可以說是全年最低價的一天 無論是影片中提到的全素大豆蛋白粉 全素能量棒或是乳精蛋白粉 健身服飾用品等等呢 都有折扣 活動時間呢持續到11月11號的晚上12點 那他們這次推出了新口味 紅豆牛奶口味以及乳酸飲料口味 這兩個口味呢 真的好喝啊 那加上薄荷巧克力口味 這三個口味是我自己會想推薦給大家的 乳精蛋白口味 另外他們家的透明乳精一直是我的最愛 蜜桃冰茶 毛泥洞 初次購買呢 我推這兩個口味 有興趣的朋友呢 MyProtein的官方連結 我也放在字底留言區 大家可以自己到官網看一下 除了補充品以外呢 還有蛋白棒 還有非常好看的健身服飾 那記得呢 11月10號的晚上9點 到11月11號的晚上12點呢 全站 可以說是全年最低價的一個時段 好那今天的影片呢 就先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今天該月我們下次見 掰掰 你在為甚麼 廣播 我今天워요 wirin screening へ 我們 our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